大家好,我是郭爱修禅 这个视频呢,咱们客观点评 北大荒,云图空股,云天化 孰弱,孰强,孰背驰 好,从禅轮视角呢,进行点评 仅顾参考,不作为买卖一句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北大荒 北大荒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其实在前面是有过点评的 那么有朋友呢,私信留言 说三线操盘 除了个股之外,能不能用板块的视角去看 当然是可以的 只不过呢,均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它是有适用的区间的 如果说板块也好 个股它处于一个区间震荡 均线粘合 那么均线的使用价值并不高 那么例如像北大荒 从大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用传统维度来讲 前面它是一个写箱下的通道 当前的话呢,是属于突破 而且是带量 它只要做到不重新回到这样的一个 下行通道上沿的位置 只要不回不低下来 那么它是一个持续可跟踪的一个状态 这是用传统的通道线 那么如果说用均线的视角的话呢 那么144年均线就是它中期的分水岭 只要保持在144年均线上方运行 都可以用低下高抛的角度去跟 那么咱们从残忍的视角来去看待 残忍视角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那么对于北大荒这一支个股 一量能是有所保持 那么当前对它的一个跟踪节点的话呢 从12块4毛4以来 它对应的话呢 实际上它是处于日线的 线段上的发展中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位置它的一个走势有没有破坏呢 那么我们用细节列出从30分钟视角 30分钟视角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30分钟 线段上线段下 线段上线段下 可以当成一个30分钟 30分钟中 中枢组建的一个过程 组建过程的话呢 那么对待这类个股的 跟踪节点非常简单 对应了 把前面低点呢 前面这个低点 作为一个防守危机可 如果说快速的跌破前面的低点 那么要防范走一个反向运动 如果说呢 回落内部有被迟 回落不破前面低点 那么对应的 可能会上演日线的 二类买点的一个定性 如果说呢 始终不破前面的低点 那么对应了 它完全可以作为一个 30分钟中枢组建 可以期待一个向上离开段 向上离开段走出来 那么对应了30分钟线段上 或者是5分钟呢 走出来已经上了 那么在观察 它的内部是否有被迟 以及呢 和前面相比较来讲 是否有被迟 如果说有被迟 对应了找卖点 如果说呢 内部没有被迟 本级别也没有被迟 那么呢 结构饱满之后 找卖点 回落再去观察 会不会触发相应的 30分钟级别的三类买点 如此而已 好 这是 北大方这一只个股 当前的一个跟踪节点 传统视角下的话呢 要知道它当前的一种状态 是属于 前面 亮堆是呈演出来的 当前的话呢 还属于相比于 大盘 相比于创业版来讲的话呢 该股 它是属于强于当前的 大盘的状态的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云图控股 那么像云图控股 这一只个股的话呢 对应的当前的一种状态 是什么 从均线的一个视角来看 五十三 上穿一百十十年均线之后 那么当前的话呢 是属于多多排列 沿五军去跟即可 这就是用均线的维度来讲 那么呢 五军之上 沿着五军爬升 都可以这样去跟 好 那么用残论节奏的 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它是一个 从十一块六毛三 它走的是一个 日线的线端上 三十分钟的话呢 对应了 可以把它作为 三十分钟中枢的 三十分钟枢 延伸 走的这样一个 三十分钟的 盘整上的 发展中 当前呢 可以作为一个 三十分钟向上 离开段的一个运行 前面呢 是三 走势类型的 通级别分解 前面的三十分钟下 当前走的三分钟上 三十分钟走势 上的发展中 当前来看的话呢 并不能视为结束 好 那么我们再看细节 细节的话呢 重点来看这一段 从十三块五毛六 三十分钟一比上 一比下一比上 如果这个位置呢 突破了前面高点 它还是一个 三十分钟线端上的 表达和延续 那么呢 我们用更小级别 来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对云图空股来讲 其实呢 从小周期 从十三块五毛六的位置 作为观察基点 当前这个位置 可以当成一个 五分钟的线端上 线端下线端上 那么呢可以把五分钟呢 前面这个低点 作为一个观察视角 它只要不快速的 以一比的方式 快速的跌破前面低点 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当成一个 五分钟中枢组建中 这个位置呢 向上 如果给出前面的高点 对比它们是否有被吃 有被吃 它是上演五分钟级别的 盘整上被吃一脉 如果说呢 五分钟限量下 回落不破前面的低点 然后的话呢 内部 只要说呢 有这样的一个被 小的被吃点 不破前面低点 可以当成五分钟中枢 那么用五分钟级别的 二来买点可以继续跟 再观察是否指出 现在向上离开段 然后呢 再去观察是否被吃 好 这是云图控股 也就是说呢 对于云图控股 这一支个股的表达来讲 当前的状态呢 它都属于30分钟 日线线段上30分钟 日线中间有比重数 30分钟的盘整上 向上离开段的发展当中 如果说的用 传统的均线视角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只要说均线 保持多数排列的一种状态 可以沿着均线去跟 好 这是云图控股 那么对应的话呢 那种像云添化 云添化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那么当前 它的一个状态呢 它就不是一个好的 机会点 为什么这样去 评价呢 如果说从 均线的一个视角来讲 当前的话呢 它也属于多数排列的 均线多数排列的一种状态当中 只不过呢 对应的 一波上涨 震荡 二波上涨 那么当前 它状态已经呈现了 MICD的日线的顶背 里的一个特征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在这个节点当中 如果说从产论视角的话呢 37.25 滴下来日线 当前走的日线 线路上的发展当中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上涨 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 它有可能会处罚 日线的二卖 同时的话呢 它已经呈现日线的顶背 MICD顶背 的一个状态当中 那么我们看看内部的结构 内部结构的话 从16块4的位置呢 例如从30分钟的视角来讲 当前它是属于30分钟的 盘整上 且有初步的 这样的一个背词的迹象 这是它当前的一个状态 那么用更小的一个维度 来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当前对应的 可以把它当成 5分钟中枢的延伸 意思说呢 可以把前面的这样的低点 什么位置呢 在26块5毛8的位置 如果说呢快速的跌破 那么对应的防范的指数反向的运动 如果向上的话呢 那么要观察是否触发 新的背词 那么对应的列数呢 从前面20 同级别分解来讲 22块5毛9的位置 它是一个5分钟的 5分钟上 那么呢 5分钟下 当前的话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向上 如果说量能力度一旦 没有跟上 它的内部有背词 这一段和前面有背词 那么它反弹呢就是上上也是找卖点的 如果说呢能够出现方亮长阳 或者说呢打破它内部打破背词结构 然后的话呢 再去比较 它们之间是否有背词 好 这是云天化当前的一个状态 那么如果说用军线的一个视角来进行跟踪的话呢 很简单 或者是用单纯可言语言的视角 把前面4月4号这一天的低点作为一个防守位 如果做到快速把这个低点给破掉 那么呢要进入防守状态 或者是先进行防范的是油墙转弱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的这种趋势本身 或者它的一个强弱本身来讲 还没有走坏 但是从跟踪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MSD顶背离 那么当前的这种节点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30分钟的盘整上 那么这一段的三涨和前面 它已经呈现这样的一个初步被迟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以前面这个低点 小周期的这个低点 作为一个防守位 跟即可 向上如果说量能保持在五军两线的下方 MSD顶背离的特征 没有被打破 还保持MSD日线MSD顶背离的中彩当中 向上的话呢 如果说量能没有及时的跟上 反而是向上找卖点 同时如果说后面回落下来 给一个日线的一笔下30分钟 这样的一个线程下跌 那么只要说呢 总体来讲 它和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低点相比较来讲 低点保持抬高的一种状态 那么它得有推演 既可以作为中枢的 作为一个30分钟中枢的 组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进行看待 好 这是属于不同的级别 不同的一个观察视角来去跟 好 这是云天化 然后的话呢 咱们再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那么不管是像北大方也好 云图空谷也好 包括云天化也好 它都属于农业方向 像云天化的话呢 它是化肥化工原料 好 对应的 那么呢 像云图空谷 它的一个方向的话呢 也是属于像对应的 业绩大幅增长的同时 它的方向的话呢 是属于符合肥业务 调味品 它是属于农物 这一块 那么我们再来看 包括呢 像北大方也是如此 而且近期的话呢 其实大的一个环境 不管是大盘 从创业版来讲 其实当前的话呢 还属于偏弱势的这种状态当中 那么这些个股的话呢 当前的一种做法 它是乔与大盘的 那么跟的过程当中 比如像云图空谷 不管是从军线的视角 还是从残伦结构的视角来讲 还能够去跟 那么呢 按照刚才讲的这种方法 就是那上涨过程当中 观察是否出发被辞 那么它是属于什么 级别什么组织类型的 发展当中 如果说呢 虽然明显的被试点附近 最起码呢 在这样的级点当中 你不能 急着找买点 而是呢 一旦观察及时的去找什么呢 找卖点为主 如果说呢 本身 它的内部结构 例如像云图空谷的一个状态 它就属于30分钟的盘整上 这个盘整上的发展当中 发展当中的话呢 那么这个是属于 还未完成 或者是还在发展中 那么用 它的小级别的视角来讲 只要说呢 这个位置 作为一个新的5分钟中枢的 逐渐 那么它可能会呈现 5分钟级别的买卖点 可以这样去跟 如果说呢 如果说对应的 例如说呢 从 当前这个接连 它如果说到30分钟 向上离开 这样5分钟呢 这个位置 5分钟呢 走势类型 延续当中 这个5分钟延续当中 内部最终呢 就打破这样的一个被词的接连 打破这样的被词的接连 之后的话呢 那么再去观察 是否会触发 跟大级别的三类买点 这就属于利用 多级别的一个视角去观察了 好 这是 更多的 从技术巩固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点评 好 以上呢 只作为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 不作为买卖依据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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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